大家好,好久不见,我是小米 今天在整理手机的时候发现我两周之前出去拍的视频还没有给大家分享 今天就给大家分享一下 然后今天是周五,又是国内的国庆节 祝大家周末愉快,国庆快乐 我们出发啦 这个是两周之前我拍的 然后我们当天出发的时候是在下午 下班之后 那天的话就是下着雨 雾气蒙蒙的 大家看一下周围的话都是挪威的森林 大家有看到那几座小房子吗 都是农场主 他们基本上都是住这种远离人然 然后有点那种穷乡培养的地方 我自己本身的话也是住在乡村 但是稍微能多一些 比刚刚看到的多一些 然后我们去了一个博物馆 这个博物馆的话大概就是鱼类的 这个的话以前的话是一个 也不是寺庙吧 就是像修女院呀 那种地方 跟宗教有关系的 然后我们在这个地方住了一晚上 这个是我们的早餐 就是简单的面包 鸡蛋 牛奶 然后我们又换了一个地方 就到了另外的一个地方 这是我们沿途当中 我用手机拍下的 我觉得这棵树比较有意思 就是在渐渐的 因为秋天嘛 树叶都渐渐的变黄 然后掉了 这个是拍极光的时候的花絮 给大家看一下 这真是伸手不见五指 好吓人呀 什么都看不到是吧 然后我的相机在这儿 然后这个就是北极光 有看到吗 这个是我用相机拍的 然后用手机简单修的图 就是大家臭活着看吧 大家早上好 这是窗外 昨天的风特别特别的大 然后我们在车里睡觉的话 就感觉车都要被掀起来了 这个是我们在车里 简单做的午餐 就是煎牛肉 还有炒一些蔬菜 这个是我们停房车地方 四周的一些景色 给大家看一下 挪威的话 就是山比较多 感觉四周的话都是山 有些山的话 就是还很漂亮的 很壮观 我这个的话 就是比较普通了 然后我们周六又住了一晚上 他们俩在那个床 然后我在这面 今天周五的话我还会出去 然后给大家录视频 我们下期再见 拜拜